嗨,大家好,今天是美国这边的感恩节 每逢感恩节都会有很多活动 而纽约这边最大的活动 当初梅西百货举办的感恩节大游行 今天感恩节大游行将从中央公园西侧的77街出发 沿着中央公园西侧的大道 到59街转第6大道 一直到34街梅西百货的总部那 今天参加感恩节活动的据说将有15个巨型的大的气球 还有28辆花车 35个创意或者传统的充气玩偶 以及有9个表演团队和10个乐队参加 还有800个小丑 据说参加表演的将有3000人 而现场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我们看一下今天观众非常多两房的观众 现在还不到9点 我从中央公园的东侧来到西侧 好多地方都不让过了 很多人已经几早赶来了 看这个驾驶我估计半个纽约的人都过来观看感恩节大游行了 现在还不到9点 我们看一下两边的观众 看一下9点 这是中央公园西侧的大道 上一次马拉松参加马拉松观看的人据说有200万 那我看今天的人数比上一次要多多了 因为道路两方都占满了 那我保守估计也得有个400万 那纽约的一半人应该都出动了 关键是很多小孩 大家看着 关键是看大家很多搬着凳子在这坐 我看他们很早就来了 有些在前排的呢 然后有些孩子坐在前排 然后大家看一下 孩子坐在前排 家长站在后面 也是为了抢一个观看的好位置吧 事实上今天观看的地方非常多 因为沿途据说有2.4英里呢 怎么也得有4公里吧 但是这4公里长的道路上都占满了人非常的多 大家看一下好多人两边 那边更是夸张 非常多人 现在还没有开始呢 到前面再找一下一个有利的位置来拍摄 感恩节是美国这边一个非常大的节日 仅次于圣诞节 进入感恩节也算是进入他们的过年的节奏了 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圣诞节 因为这下面有很多人聚集嘛 所以天上还有直升机在巡逻 大家看一下 很多都是带着孩子过来观看的 然后有的给孩子还找一个有利的位置 然后在前排大家看一下 孩子坐在前排 家长在在后面 有的都搬了很多凳子 不许他们来的时间都不短了 大清早一起来就来了 估计 可能还没吃早餐有些 到处都是人 住在这边的比较好 可以直接开开窗户就可以看 住在这两边的 大家看一下 不过住在这两边的应该都是有钱人 因为据说这个地方房价非常的贵 这些人肯定很早就到了 搬个凳子 然后在这靠着睡呢 为了看游行 也是拼呢 今天又是估计纽约市所有警察都出动了 大家看一下路上的警察也非常多 因为这是大规模的游行聚集活动了 所以治安任务就比较重 所以治安任务就比较重 警察在巡逻 警察在巡逻 因为游行的时间快到了 大家看一下这住在两边的人 已经扒着窗户出来看了 现在应该到了游行开始的最后阶段 因为很多警察或者警察已经在又开始巡逻了 这些应该是有钱人 估计租了个小车在这观看一下吧 美国这也有特权人物 我感觉现在坐小车过来这些都是比较有特权的 然后坐着小车转一圈 有些可能是电视台 我看他还拿着设备在拍摄 虽然今天要求戴口罩 大家看一下 还是基本上没有人戴口罩 美国这边也就这样了 疫情还是增加十多万 但是也没人在意了 没人care这个东西了 该干啥就干啥 也没有人戴口罩了 也没有人说防疫这个事了 这些我看着不像记者 倒是我觉得像我说的可能特权人物 特权人物